关注老年生活,享受幸福人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早起八个坏习惯可能招来一身病 早晨六点起床是个相对四季都适宜的时间 既保证了充足的睡眠,又能使阳气及时生发 不过提醒大家,早晨起床八个坏习惯反而会招来一身病 一,早起柔眼 早晨被闹钟叫醒后,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揉揉眼 这样做不利于眼部健康 眼部皮肤焦嫩,用手揉眼睛容易破坏皮肤弹性 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加速眼部皮肤衰老 还可能使手上的细菌及眼周围的污物进入眼睛 进而造成感染 建议晨起后不要立刻用手揉眼睛 可以洗净双手后,用干净的温毛巾热敷眼部 或用清水冲洗 二,早起马上起身 人睡觉时,大脑皮质处于一种休眠抑制状态 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 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向下 洗后如果立即下床或动作较大,容易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发生意外 比如听到闹钟响了,砰的一下坐,弹坐起来 早上尿急,猛的弹,爬起来上厕所 这些都是起床时不经意间的危险动作 俗话说早上起来等等回儿 其实就是说起床动作不要过猛 动作要领归纳起来就一个字,慢 可以先在床边坐几分钟,再慢慢起来 三,早起洗头 从中医角度来讲,并不推荐早起洗头 尤其是在冬天 早上时间紧,很多人没等头发干透就外出 很容易受风寒,亲者会头痛 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大小关节头痛,甚至肌肉麻痹 建议居家老年人可以中午洗头 年轻人最好晚上洗头,但不要在睡前洗 一流出足够的时间让头发干透 如果一定要在早上洗,就要吹干头发再出门 四,不及时刷牙 经过一宿的睡眠,口腔内会残存大量污垢 当它们与唾液的钙眼结合沉积,就容易形成牙菌斑 如果起床后不及时刷牙,直接喝水或进食 会把这些细菌和污污带入体内 增加患病毒性感冒和胃肠疾病的几率 因此除了晚上睡前刷牙 早起第一件事也应该是认真刷牙 五,不吃早饭,喝凉水 正常情况下 头天晚上吃的食物 经过六小时左右就会从胃里进入肠道 如果第二天不吃早餐 胃酸及胃纳的各种消化酶 就会消化胃粘膜 长此以往,细胞分泌粘液的功能会被破坏 容易造成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等 消化系统疾病 因此,不仅要吃早餐,还要吃得丰盛 健康早餐一包含脱脂牛奶,酸奶或乳酪等乳制品 以及碳水化合物,水果 另外,早晨喝杯凉白开 被很多人当成养生秘籍 事实上,喝凉水或大伤人体下胶氧气 时间长了,女性会痛肌 男性会出现胃病,关节疼痛 性功能降低等 所以建议早晨起床喝一杯温热的蜂蜜水 六,光脚下床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做好保暖工作十分重要 早晨刚从被子里出来 脚步还没有适应外界的温度 怕踩在地上很容易着凉 引起腹痛、腹泻 肠子以往会影响肠胃健康 建议早起应穿一双柔软的皮底拖鞋 冬天起床后,最好立刻穿上袜子 七,排便太用力 人在用力排便时,肤内压会增大 同时血压会增增向上升 吸率也相应加快 周老年人或者便秘者解大便 血压会升得更高 这样会增加心脏负担 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建议有便意就赶紧到厕所 平时可以多吃些高纤维 蔬菜以润肠通便 避免排便时给心脏增加太多负担 排便时间三到五分钟最佳 蹲久了或者在马桶久坐对身体不好 容易引起其他疾病 如痔疮 八,陈恋太剧烈 早晨起来,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 筋力体力等尚未充分动员 此时若进行跑步 打球等强烈一点的运动 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 建议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 如太极拳,散步,坐操等 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 高血压的患者最好避开 六点到十点这个时段 以免造成意外 晨练前可以先喝点水吃点东西 避免造成低血糖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